赏花灯,吃美食,看表演 临近元宵节,台湾各地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灯会 近日,中心社记者来到台中的南投灯会 感受这里的新春氛围 随着夜幕降临,斩斩花灯亮起绚丽色彩 每年的南投灯会都会为民众献上最为精彩的演出 今年也不例外,重庆同梁火龙,陕西安塞妖谷 在水舞广场的舞台上,来自大陆的演出团队 为台湾民众献上一场场视觉盛宴 我向我们今年的灯会 目前已经快要超过400万人来参观 尤其我们大陆的几百年的历史文化的 非遗产的表演 是做相当多,受到我们的欢迎 给我们的灯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吸引力 所以我们希望大陆方面各种 这些表演的我们都欢迎能够 给多人来到我们台湾,我们两岸多交流 所以我们就希望明年能够继续再来 重庆同梁火龙于2月17号晚的演出中压轴出场 1000多度高温的铁水被拍洒向天空 落下耀眼金花,两条20米的长龙 在火海中穿梭舞动,浴火飞腾 据介绍,重庆同梁火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此次来台表演的同梁火龙队来自火龙发源地 同梁高楼镇,同梁火龙表演传承人李诗敏告诉记者 这是他第三次来台演出 台湾观众的热情让他非常感动 当晚进行了两场火龙表演 观众席上全部爆满 台湾多个县市民众为了一堵铁水 幻化成火流星的震撼场景 更是提前几个小时来演出现场排队 据悉,同梁火龙17号起陆续在南投彰化等地进行漆场展演